不过在1964年的9月10日一次旅行当中 改变了德雷莎修女的一生 那天坐火车去大吉林 她在火车上突然感觉到天主的召唤 要她离开平静的教书工作 去为平静的被内带的 做人遗弃的可怜人服务 起初的时候 她身上只有两元的美金做基金 凭着她无比的爱心和毅力 展开了她救贫的事业 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她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了 而且需要救助的人实在太多了 加上她心理的准备仍然不够 因此困难重重 但德雷莎修女咬紧牙关 终于有了善心的人士 受了修女的善行感召 捐助场所 设备 食物 金钱 而且还有人奉献心力 协助德雷莎修女工作 1950年10月 教宗批准了德雷莎修女 所成立的人爱传教修女会 现在全世界近5000名人爱会的修女 收容所 慈善机构 遍布全世界127个国家 400个机构 台湾也有台北跟台南两个会所 服务的对象们 因为德雷莎修女 他对贫穷的定义非常宽广 非常宽阔 所以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层面 他曾经说 举还饥饿者 孤单者 无知者 胎儿 遭种族击视者 歧视者 被弃者 患病者 贫病兵食者 被囚者 酗酒者 吸毒者 等等 都是耶稣所谓的 我兄弟中最小者 而缺乏爱 是其中最贫弱的 所以说 受到德雷莎修女感召 而投入的义工 全世界超过100万人 各位朋友 讲完了德雷莎修女的一生 您有什么感受 或许非常非常的赞叹 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崇拜 就开始还醒 我一生中过了几十年了 我到底为这个世界付出过多少 如果跟德雷莎修女比起来 真的是天焉之北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人生是否是有遗憾的呢 如果说 以古今往来来说 我个人选秦始皇 因为秦始皇在我们的心目中 虽然已经两千多年了 可是还是让我们觉得 他是一个暴君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呢 他秦皇政他在二十六年的时候 统一了全中国 以后没有接受秦臣太皇的建议 他认为自己德高三皇 功过五帝 所以自创皇帝这个尊号 自称始皇帝 他既求 他一求或是一万数计 他以后的子孙二四三四 一直到一万四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有野心 他想他们秦国一直的称皇 称霸称皇帝 一直到永远永远 可是我们都知道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 全后十五年 他就暴毙了 暴毙了以后 他的子孙 有没有一代一代传下去呢 没有 胡亥到秦俄氏胡亥的时候 秦朝就昧亡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如果常常做那种 春秋大梦是不实际的 因为只为了自己的子孙 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所留下的 一定很残酷 因为我们要争取 争取我们的所有 我们必须牺牲别人的所有 那样子的话 就一定会对别人残酷 这样子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只有秦始皇 在今年的4月15号 下午 北二高基隆七堵段 走山 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醒悟 因为生命无常 我们以前在课本上 还有我们的前辈啊 我们的朋友啊 都会告诉我们说 放心您努力 一定能定胜天 可是今年的99年 也就是民国99年 2010年啊 4月25日的 那个中午下午的时候 这个我们应该要推翻了 因为在没有风雨 一点雨都没有 是大太阳底下 我们这个七堵 路段 竟然走山了 这样子的整个山 把它挪到了 我们的高速公路 我们的北二高 所以说 就造成了北二高 这样子的四个人 三部车 压扁的事件 所以说 生命是无常的 既然是无常的 我们应该 要开始去还行 是不是应该 要以一日为一生 来努力 发奋图强 才是真正人生的真谛呢 那到底 我们要怎样子 开启一日一生的生机呢 我个人认为 第一件事 就是要做自己的贵人 蔡根坛说 人只一念贪失 便消刚为柔 色字为婚 便恩为产 染结为污 坏了一生的人品 故古人以不贪为宝 所以度月一生 所以想想看 为什么古今中外 留在青史上的 永远是忠诚孝子 那我们来看看文天祥 文天祥 他做正气歌的时候 是不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正气凛然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景仰呢 蔡根坛的说 一任贪失 我们来想想看贪失 就好像说 在网路上流传的一个 一个的那个流传的一个网路说 一个公务人员 那因为他自己的公务做不完 所以自动留下来加班了 可见你看 这个加班 我们一日做了八小时以后 不管做的是体力 或者是脑力的工作 一定非常非常的劳累了 他既然做不完 要留下来 留下来加班 想必他心情一定不是很好 可是他 正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拍了一下传真机 发现传真机 有一张不一样的纸 也就是有一个洞 中间有一个洞 他就把他放在旁边 拿起面包吃 不小心的时候 放到这个洞里面了 奇怪 这个面包竟然变成两个 这下子他精神来了 这个面包会变成两个 人永远是最聪明的动物 他看到面包变成两个 他赶快拿他旁边的茶杯 拿他旁边的所有的东西 这样一看 都会变成两个 他这下心中是喜滋滋的 他开始 就是开始用跑的 把这张纸 拿到最后面的金柜上 把它贴在金柜上 果然金柜 他也会出现一个洞 后面看下去 就是一叠一叠的纸钞了 他这个就是他的机会来了 他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这样子一直拿 拿到最后后面的拿不到 对不对 既然拿不到啊 他就怎样子 他就把整个身躯 这样收下去 这样就拿得很不巧 就正当他整个身子进入金库的时候 那一张纸悄悄的掉下来了 掉下来的纸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人怎样 就自己锁在金库里面了 那我们可以往下想 明天 明天的时候老板来开金库 他在里面 他的工作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我们如果有贪念的话 我们就是有正义 正气领难的那种 那一种的